其實有機會來挑戰優質先發 也有機會來挑戰在中華職棒生涯的首身 這樣比賽頭夫頭的滿三局四局都是一個問號 我覺得其實自然是滿不錯的 哇 再來一個好球 讓天哥揮棒落空遭到了三陣 這樣比賽的第8K 滿球數的對決 哇 這個是用進來打著站著不動遭到了三陣 9K 這麼多 我是沒有注音那麼注音在寫啊 對啊 就今天在第一局的時候 一開始狀況比較多就是 給自己壓力太大了 想表現的事情想做到的事情太多 然後就比較把那個集中力分散掉 在很多小細節的地方 然後就是直到對那個自身先發的時候 那時候才突然抓到感覺 然後有很專心就是比較專心可以進攻好球袋這樣子 其實現在上海之後啊 我腦袋是一片空白 然後想說完了完了完了 慘了慘了 對 然後後面開始那個 阿福一直出來比方好 然後就是有稍微讓我分散注意力啊 就沒有想那麼 想法沒有那麼負面 就是很專心在去把自己的工作完成這樣子 然後 然後就是那時候自身上海的時候玩的三百轟是不是我 對啊 然後想說 就放開去丟啊 因為 要嘛就是 我就是那 就是成就他的人 然後 捐進去的時候結果是好的 然後就是心裡那個 大事後也放下來 然後就是放開來去丟 後面就得到很好的回饋這樣子 其實這次上場我給我自己三個目標 就是第一個 就是想要證明給 領隊啊 然後就是一些 還有一些總教練 就想要讓他 就是可以更肯定 看到我上去的時候可以更放心一點 因為 我目標就是 要成為一個 就是可以組裝一面的先發輪子 然後 再來就是第二個目標就是要 然後我想要丟丟完九局這樣子 對 然後 第三個目標就是 就是 不要保送 這當下這真的是蠻慌的 因為第一個保送後面 第二棒上來的時候一兩塊球 就心裡壓力就越來越大這樣子 然後 加上 其實有幾個判決就是蠻會設定的 就出棒過半跟那個 就有些比較冰角的好球 裁判沒有同意沒有舉手 就覺得比較吃力一點 對 他前面就是 給自己愛真的太大了 然後想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然後就是 那個 當下那個專注度就被分散掉了 所以就比較可惜一點 但我就是之後還是會吵這三個方向去努力